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视频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特殊的LTML的标记 Template,模板标记 好,我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呢,只有一个,就是Template的标记 咱们看一下Template的定义 Template呢,是模板标记 它呢,可以定义一个LTML的代码片段 然后通过脚本语言,一般都是JavaScript 像网页中呢,动态生成内容 这样呢,减少HTML的重复编码 增加代码的复用性,从而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 咱们把它理解为Template的定义,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咱们看Template的标记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定义了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边线呢,等于1 然后,在这个表格的这个标记的下面 有一个表头,Thead 这个地方呢,说明我是一个三列的表格 咱们大家请注意看 我这个TH这个地方,有学号,姓名,年龄 这个分别代表着每一列的列头 这个呢,是表格头部的定义 接下来Tbody这个地方呢,是表身的定义 这个在表身里面,咱们大家注意看 我定义了一个模板 然后它的ID,我给的是MyTemplateName 说明这是一个ID为MyTemplateName的模板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模板的内容 模板内容呢,是一个表行TR 然后在这个表行里面,有三个单元格 就是三个TD 每个TD呢,有一个开始标记 有一个结束标记 就是这样 说明这个表行有三个单元格 好的,接下来呢 咱们通过编码,对这个模板进行使用 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Script Java教本的定义 在这个Java教本定义区的里面呢 首先,我定一个数组 大家看,每个数组呢,有三个单元 有三个数据 分别是学号、姓名和年龄 这个数据 我一会儿要把它显示在咱们的表格上 下面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内容显示的部分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通过一个DocumentalDial QuerySelector 来抽出ID等于MyTemplateName的这个对象 就是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 我通过这一行呢 把模板对象抽出来 变成Java教本的模板对象 接下来呢 咱们再循环 咱们刚刚定义好的数组 把数字中的每一项 咱们抽出来 用于付给模板中的每一行 这第一行呢 就是说 我把数字中的元素挨个抽出来 然后这第二行呢 就是说 我通过刚刚生成的模板对象 取到模板对象的行对象 就是这个地方 克隆行 然后呢 我再通过克隆行这个对象 抽出它下面所有的TD的标记对象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三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克隆行对象的标记 然后呢 我给每个标记对象进行负值 Text Content进行负值 负上什么值呢 就是刚刚咱们取到的数据对象 Number Name和Age 负完之后 我再把这个克隆行对象 传回给咱们模板对象的 咱们大家注意看 传回给模板对象的副对象 或者叫做副节点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副节点 模板对象的副节点是哪里呢 咱们请看 这个地方是模板对象 它的副节点 是它的上个节点 就是这 TBD 换句话说 咱们把刚刚声称好的 克隆行对象 复完值之后 传回给TBD 来达到 给这个表格中增加一行的目的 接下来咱们具体的看一下 模板标记的使用的例 在这里呢 为大家定义一个完整的网页 咱们把它运行起来 先看一下我想实现的效果 这个效果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普通的HTML的表格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表行数据呢 咱们看一下我现在的写法 现在呢 我并没有用到模板标记 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表内容的编码呢 是纯HTML的标记所写出来的 重复代码呢 比较多 而每一行不同的地方呢 仅仅是数据部分 好 现在我把这段硬编码屏蔽起来 咱们使用模板功能 来实现相同的效果 我把模板这块打开 这个模板呢 我赋予了一个ID 这个大家请注意一下 下面我会用到这个ID 在脚本区域呢 就是实现 装载模板 然后呢 填充数据 并显示在网页上 在运行之前 咱先看一下 现在网页的效果 大家请看 只有一个表行 只有一个表头 并没有任何的数据内容 好的 接下来 我把渣瓦脚本的编码部分打开 咱们再运行一下网页 看一下效果 好的 大家请看 数据呢 已经被装载进来了 而且是动态装载进来了 换句话说 我这段代码实现的内容呢 是数据和显示部分完全的分离 数据是数据准备部分 显示是显示部分 然后呢 通过模板的逻辑 把数据和表现内容结合起来 达到竖形分离的效果 竖形分离呢 是咱们项目开发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请大家一定要掌握 好的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我的代码了 已经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上 请大家参照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